我们昨天从那边下来之后是在静音寺附近 然后今天又回那个湖门岩去开车了 然后我们现在去标准那边 说是有到那边的那个上边的车 下来之后就开始去各个寺庙去了 不顾的这个计划就暂时终止到这了 等下次再有机会了 看他在哪儿吧 昨天的这个天不好给你看今天的这个天啊 今天这个天真的是要多难有多难 这个天 东台那边过来的 哦 东台那边走到这里边 对 你从东台走到这里 从早上6点钟走到7点钟到你们寺庙下面 上面的4秒 对 好 那还有个路走啊 那还可以通到这里啊 有他那个就路比较偏一点 那路昨天还下雨 真的行 这就是那个姑娘的 哎好嘞 你们去哪边去行去里边 哦 对 你们是要到哪里吗 我们就到了个什么 城市 哦 到镇海市 到镇海市你们坐车 方便些吗 好的 好嘞 谢谢 好嘞 谢谢 这都大雨 我们 我是河南的 河南的 河南南洋的 爱着河北队 这里都坐公交车都可以 嗯 好嘞 好嘞 好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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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嘞 谢谢 好嘞 谢谢师傅 谢谢 再见 河南 也是玉地河南的 玉地是哪儿来的 我怎么说他说河南话 刚刚路上遇到了两个师傅 他就把我们给拉了一些 拉到这边了 现在又找个地方 然后坐车到上面 没想到下来之后发现 也是河南的师傅 河南的 河南平顶山的 对啊 这也离得蛮近的 真的 没想到一上来就是河南老乡 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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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我天哪 你就看这线路都那么远 你别说 然后要到洪门岩 我们昨天就从那边直接下来的 我们是从这里到了这里 然后一路就走 直接下来走到这儿 这个地方 别说怪不得人家要收150 确实有点 确实挺远的 这个 二十年 我们两个刚刚第二次遇到了 那河南的老乡的那个 河南的那个师傅 然后第二次给我们拉 给我们又拉到这个公交站了 现在我们坐公交到那个 那个胡萨岭 然后从胡萨岭再坐车 到洪门岩去开车 真是很幸运 第二次遇到那个师傅 我感觉我们两个都开了锅 刚刚还在说 搭个车 然后刚说完 第一次遇到那个师傅的时候 就是刚说完搭个车 然后那师傅就停下来了 然后搭了我们一段 然后第二次我们也刚说完 就是说是再来一个车搭我们一程 然后那两个师傅就又过来了 又在我们面前停下来了 又被我们拉了一下 拉到这个胡萨岭这儿了 现在是胡萨岭这儿了 现在是胡萨岭这儿了 你站我这儿 一会儿 腿开过光了 那是 现在是腿开过光了 现在是腿开过光了 我们从下边然后坐车 然后回来了 回来了 然后现在把衣服 衣服都是前两天 昨天都湿了 现在还没干 拿出来晒了一下 现在我们又回到鸿门岩了 回到我们最初的几点 回到最初最初的几点了 今天暂时可能还不走 进这个天 看这个云 这就是你看我们晒的这个衣服 就是昨天的那个湿衣服 全部现在搭在这儿 在这边晒的